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光臨一下NURLM频道 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西瓜跑的演艺人生 上一集和大家分享西瓜跑的演出,分享到1959年 今天就由1960年开始讲起了 1960年首先是一套母合片《云台十八剑》 然后是《银平太子》《阴阳河会妻》 然后是孝子闹天公 然后是一套《四季莲花》 然后是《双孝子月宫救母》 然后是逼海香罗转 然后是一套白蛇女碎尸还业寨 然后是一套黄飞鸿 黄飞鸿雷台争霸战 然后是七喜临门 然后是一套银龙太子斗八仙 然后是代代柳文柴 然后是三思四命五重冤 然后有一套夜祭碧桃花 然后是骨肉情心梓梅花 然后是十三日凶杀案 然后是哪吒蛇山救母 然后有一套阿里巴巴语四十大岛 然后是天山相孤斗陶龙 然后是碎尸还业寨 然后有一套阴阳河会妻 然后是六零年还有 六零年还有 呂飞合黄鸚之公寓谋杀案 然后有一套十大者 就是由十大者丹光演出那套十大者 然后是梁子军蜂王 然后是天雷匹官生鬼仔 然后是电梯情杀案 然后有一套傻人竹茶 然后是雪蜂魔女 然后是五毒白骨鞭 然后是一套猛鬼孤儿 然后1960年最后一套 就是在世奇缘 西瓜炮就做这个沙板筋的角色 然后到1961年 首先就是追云太极彪 然后就是双剑宽 然后就是天山龙凤剑的上杂 然后就是杀出重围 然后就是黑夜飞头冀 在黑夜飞头冀之后 就是怪合金丝猫 然后就是一套 雌雄剑属帽 报复首 然后就是天赐复星 彩灵艳 然后就是黄飞鸿大破五虎阵 然后就是活肤老 欲血五仙管 然后就是一命救全家 然后就是血灑黑龙佳 然后就是电话情人 然后就是步步经浑 然后就是铝合黄鵬 然后就是铝合黄鵬 步步高升之后就是小鸿梁 然后就是苦唱喜呼嘴 然后就是一套金融的武俠剧 鸳鸯刀的上杂 然后就是鸳鸯刀的大结局 然后就有一套拉车行大运 然后就是欢喜夫妻 然后就是六一年就还有孤奉女 然后就是分期付款草老婆 然后就是太平天国女英雄 然后就是一套女人的秘密 女人的秘密之后就是五恶英雄传 然后就是傻人发达忌 然后就是一剑九连环 湾东三女盒 然后就是天山龙奉剑的下杂 另外一套天下第一剑的上杂 然后就是一套枯正弃空 西瓜跑就做打耕死 然后就是天下第一剑的大结局 然后就是小鸿梁 然后就是龙奉剑的上杂 然后就是飞天小合 然后这一套就相当之修得了 仙鹤神针 然后就是一套小合白金龙 然后就是秘密情人 应该是罗剑狼那一套 然后就是花蝴蝶三气飞天猫 然后就是坤伦七剑斗五龙 然后就是仙鹅神针的下杂 然后就是夜半幽灵 另外就是有一套武俠剑 仙鹅神龙的上杂和下杂 另外一套武俠剑 武林十三剑的上杂 然后就是太太緝诗团 另外就是武林十三剑的下杂 然后一套时装剑 胡桃金龙世 然后就是善女情合的上杂 善女情合的上杂之后 接着就是黑虎崖千仇记 接着就是一套财神刀 财神刀之后 接着就是一套武俠剑 又是相当受欢迎的白骨阴阳剑 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西瓜跑的演艺人生 分享到这里又暂时休息一休息 喜片这条片的朋友 请大家留言点赞分享 也都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订阅我们这个阿N与的频道 下一集继续和大家分享 西瓜跑演出过的什么电影 拜拜